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这个叫做 Boxers Knuckles 拳击手手指指 又叫做Sagital Bend Injury 齿状打拳链 这个Boxers Knuckles 顾名思义和Boxing有关 所以通常发生一些撞击的意外 例如打拳 打架 但也会在一些雷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身上发生 我也见过一些无厉害的原因 有些人起床时用手在床边撑起床 这样就发生了 通常这类受伤手指是担不起的 但如果我们帮手指托起后 它又可以维持到伸直的状态 有些比较轻一点的这类受伤 手指是可以伸得起 但你见到条根是会向手指尾方向滑落过去的 好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Sagital Bend 齿状带的结构 和它的受伤究究竟是什么回事 齿状带 齿状带 包着这个关节 是一个稳定器 上面的Sagital Bend 稳固了 新基建Extensor Tendon 在手指上滑动的时候 不要让它脱轨 我们手指提起的时候 新基建就是靠Sagital Bend 按住它 不会弹出来 稳固了它的位置 如果一边的齿状带Sagital Bend 撕裂了 新基建就会划向一边脱轨 通常划向手指尾方向 因为靠近手指弓那边的Sagital Bend 比较薄 相对容易撕裂 这里我们见到无名指的新基建 Extensor Tendon 已经完全脱落 中指的新基建 已经向手指尾那边坏落了 食指的新基建 还是保持在原来的位置 这个受伤会因着它的受伤程度 而分为三级 第一级就是刚刚那幅图的食指 新基建仍然保持在它应该的位置 第二级就是刚刚的中指 新基建已经滑落在一边 Subluxation 而第三级就是刚刚那幅图的无名指 新基建是已经完全脱落 Dislocation 至于治疗方面 第一级和第二级就比较轻 所以通常手指就放在手指托上 六个礼拜 而第三级就比较严重 又或者这个受伤是超过六个礼拜 医生就会选择用手术去矫正 手术之后 手腕和手指都要放在手指托六个礼拜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手指托是怎样做 和怎样做 这个叫Yoke Splint 又或者叫 Relative Motion Splint 最主要是受伤手指 比旁边的手指 升多二三十度的extension 原因是这种Splint 可以比受伤手指 可以做一些开始的活动 同时也保护到手指活动的幅度受到控制 不会屈过拢 通常第一第二级的受伤 需要全时间 4-6个礼拜 戴手指托 而第三级的受伤 手术后 需要戴手腕和手指托 手腕托在手术后 第三个礼拜就可以脱了 戴手指托就需要戴到6个礼拜 脱了手指托后 就可以开始做一些 锻炼肌肉的负重运动 因为每个国家 每个地方的治疗方案 会有点不同 但是你的治疗师 会告诉你 何时是合适的时候 开始做运动 大致上 整个疗程 都要12个礼拜 才可以完全康复 可以做回以前劇力的运动 好 今天我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